《佳瑟尊者》 《佳瑟尊者》 在经论上看 真是不得了 了不起的人 他是摩切托国的人 摩佳瑟的家里面的财富 有千倍于摩切托国国王的财富 千倍 看那上说的意思 好像当时印度的富翁里面 他是第一名了 那是最富有的人 但是他能弃舍他这么多的财富 出家修行 这是了不起 他不想结婚 但是他的父母非要他结婚不可 是个精神的富人 这个佳瑟尊者也是金蛇 他的富人也是金蛇 也是大福德人 不是一般的人 他也能弃舍掉 舍掉这个金蛇的富人 出家 他出家以后 他穿的那个衣服 能够值十万两金 十万两黄金 那么贵 那么贵重的衣服 那么他与佛见面的时候 还是佛主动的 佛穿的这个是分少议 那么就主动说是把你的衣服和我的衣服兑换一下 那么他也同意就把他这个那么民贵的衣服供养佛了 而佛的这个分少议就送给他的 而他对佛送给他的衣服 这个分少议特别的尊重 恭敬 生思想 这是我的思 那么这又是一个舍 所以这是三个舍 一个舍掉了财富 又舍掉了金蛇的富人 一个舍掉了这么贵重的衣服 我看经上说的呀 他把他家的财富 舍掉了 送给谁了 就送给他家里面的工业 就送给他 把这个所有全弃色了 他就变成一个 不能说是无产阶级差不多了 就是这么一个情形 这是一世了不起 他这个舍是不得了 其实他这么大的财富的人 你说养尊处优 但是他出家以后 就行头头行 行这个十二头头行 就是这个生活的情况 到最低的程度了 不是住在高楼大厦里面 到树下一许 到这个坟墓那个地方去住 或是在陆地坐 常坐不卧 不倒单 日中一死 衣服也是非常的破烂的衣服 这种境界 行十二头头行 后来年纪大了 佛在大众里面说 你年纪大了 这个体力也不如以前了 你可以放弃 不要去修这个十二头头行 这个佳设 说我不能听佛教 我还要修这个 受这个十二头头行不舍 那么有什么好呢 将来末法时代的必修 听说大佳设 老了还是行十二头头行 能生尊重心 生惭愧心 能生精进勇猛修行的心 做一个模范 这个佳设真正的 他怎么说 他还是不气色 还是修十二头头行 这样的事情 这是啊 这今次还出现一件事 就是他修头头行啊 在这个野外的地方住 也没有替法 也没有替虚啊 这个虚 护虚和法都很长了 衣服也不是那么样的美好 佛在这说法的时候 他来了 来见佛 来拜佛的时候 朱必修一看他这个样子啊 就生轻慢心 对他不恭敬 生轻慢心 生轻慢心 这个时候佛就说 我现在把这个座位 让给你一半 请你和我同坐 是假设认识不敢坐 说是你怎么不坐呢 就是你是啊 有高深的三昧禅定 有慈悲心 有大慈大悲的啊 哀悯众生的啊 慈悲心 有六种神通 你和我一样啊 你怎么和不坐呢 那么这个时候 佳神就是坐了 就是和佛同在一坐 同在一坐的时候啊 这个诸天啊 一看呢 佛可能是按时的 离法替虚的 而这位加设认识 他是 没有那样子 看上去可能是老一点啊 就说佛 这个加设认识是佛的师父 就是这样说 这样说 这时候加设认识 你看他表面上那么老的心很灵的啊 是圣人 是有神通的啊 有的人表面上看很顿啊 但是心不顿 那么这个加设认识 那是个修行的境界啊 所以他立刻知道就下座了啊 就接足礼佛 接足而礼佛 就是说佛是我的师父啊 就是这样的生命这件事 请密的工具 详细 这个材料 详细 请密的工具 感谢观看